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三角函數的三種基本關係 那第一種叫與角關係 與角關係的話我們可以往回看前面的前幾頁 你去看前幾頁的地方 他說這個sin的30度跟cos的60度是不是一樣的 sin30度是等於cos60度 那同樣的道理我們應該知道這個cos的30度 所以跟sin的60度也是一樣的 剛剛有看過這個三角形因為躺著跟立起來的關係 在角度合是90度的時候 sin跟cos會互換嗎 所以我們往下來看的時候呢 會有什麼現象 第一個就是與角關係 不管角是多少 sinθ等於cos的90度-θ sinθ等於cos的90度-θ 那我們來看喔 假設以θ為觀察角 斜邊假設是C 對邊是A 底邊是B 那因為呼籲的關係 它上面的角是90度-θ 一開始我們來看的時候是以 θ為觀察角 那這時候很明顯的你會發現 針對一個邊長的sinθ 叫做C分之A 那相對的另一個三角形是把它立起來的三角形 觀察角是90度-θ的時候 這時候因為三角形立起來斜邊一樣 底邊變下面A變下面 高變成對面 所以這時候呢 以這個cos 以90度-θ為觀察則是 以95-θ為觀察則是 這時候的C分之A就變成什麼 就變成cos 可以嗎 本來的C分之A是san 以θ為觀察角 可是在90度-θ 是相對的就是cos 所以有圖我們就證明出來 這個魚角的關係 可以嗎 那相對的我們整理一下 同樣的道理 把這一頁先拉小一點 有沒有藍色筆畫 如果是cos θ 在這個圖形叫做11分之B 可是這11分之B 在90度-θ的時候 以90度-θ為觀察角的時候 就變成了san 等於san的 90度-θ 那你要注意的是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原因 是因為在同一個三角形裡面 觀察的方向不一樣 轉過來所導致的 可以嗎 所以我們就知道 當角度互於的時候 就是san跟cos 可以互換 這樣可以齁 再來 第三個 我們這個 來講一下這個 tangent的關係 看這個三角 左邊三角形叫tangent θ 那這時候tangent θ 叫做b分之A 那另一邊的tangent是多少 tangent的90度-θ 以90度-θ 以90度-θ為觀察角 是a分之B 所以這兩個tangent 互為什麼數 互為導數 看得懂嗎 這個tangent正好顛倒過來 好 所以當角度互於的時候 就是san口互換 那tangent tangent 互導 就跟我們講完最後這個 當角度互於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當角加起來只是10度 是san口互換 tangent 所以練習一下吧 來 如果是san 30度 要換成口3變成口3幾度 60度 327度就是多少 口3的幾度 63度 可以嗎 那3幾度等於口3一度呢 加起來要90度就行了 89度 最後的tang15度是多少 當tang互倒的時候 角度是互語的 所以變成tang幾度 75度 這四個稍微再看一下 接下來的上述關係是什麼呢 上述關係就是tang 會等於 cosθ分之 3θ 一樣用上面的三角形來證明就好了 三角形劃這個 角度是θ b a 斜面是c 那這時候這個cosθ是多少 cosθ根據這圖形 就叫做c分之b 那3θ是幾雷 3θ就是c分之a 這可以吧 這應該都可以啊 那我們來相處看 這個時候來 cosθ分之3θ 最看成 c分之b 分之c分之a 那這個分母的cc都約掉 全部乘開來整理以後就變成了b分之a 也就是tang1θ 對不對 所以我們知道tang1θ 等於cosθ分之3是這樣子 那最後一個是平方關係 平方關係 是從b式定理來的 假設斜面叫c 對面是a 0邊是b 好 那這時候我們很清楚知道有一個東西叫b式定理 b式定理什麼意思呢 b方 加a方 等於c方 那這時候所謂的平方關係是用來看什麼 就是這個 sin的平方θ 再加上cosθ 等於 所謂的sin平方θ是把sin的比值c分之a數值拿來平方 那cosθ的平方是c分之b拿來平方 整理出來叫c方 分之a方加b方 a方加b方就是我們的c方 那c方除以c方就是1 所以不管怎麼樣當你看到散平加口平 當角度一樣的時候 加起來就是1 這叫做平方關係 這三個要收到骨子裡去 請你們務必記得 下面是一個記憶的方法 可是這記憶的方法我們之後再講 我先跟你們講另外一個證明的方式 就是用單位元來證 來 記不記得 什麼叫單位元 單位元就是半徑為1的元 那如果半徑為1的元的話 那我們很明顯的清楚知道 這個 假設角度為θ 這個對面的這個邊叫多少 就是我們的sinθ 這個底邊是多少 底邊就是我們的cosθ 那桑數跟平方就很好用這個來看啦 對不對 很明顯的我們知道這裡是有個直角三角形 那這個時候來 Tangentθ 是等於底分是高 這底邊長現在是cos 這時候高是san 再來第二個 根據必死定理 1是等於 兩股平方核 一個股是san 一個股是井 口善 兩個 把它平方 就是我們的斜邊 所以後面兩個也可以用這個 我們的單位元 搭配上 這個 半徑為1的過程 去把它算出來 如果這個斜邊長也是我們的半徑為1的時候 對邊 就是sinθ 這個底 就是cosθ 稍微的思考一下 我單位元只有畫一部分 不過應該是夠了